分享三个让你改变气场的循环 当你上一个死循环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只要培养这三种气场 生活立马会发生变化 第一种 朝气 你反观那些整天像双打的茄子一样的人 往往过的一天不如一天 那么怎么样过得好呢 那些过得好的有钱的 无微例外都是非常有朝气的 那怎样激活你的朝气 就是让正向的事情和行为来影响你 比如说到起收拾房间 戒掉伤感的情歌 多看一些正向的东西 想一些名人的传记 第二种 锐气 你发现没有 那种自带锐气的人 往往会自动隔绝掉很多的小人 和乱七八糟的事情 如果你的性格唯唯诺诺 可以多化戴气场的妆 看久了内心真的会发生变化 虽然说像有心生 但是气也会被像影响 第三 祸气 我指的是精神上的祸气 放下内心的匮乏感 我之前在书上看过一句话 说凡是你有的 上天会给你更多 凡是你没有的 那连你仅有的也会多走 所以你会发现 过得好的人总是样样都好 过得苦的 连仅存的一丝快乐 都很难维持 那怎样放下匮乏感呢 你要直刻告诉自己 你现在拥有的 已经是目前的你 所匹配的最好的一切 不要去匮乏地追逐 而是在好的基础上 向往更好的 感谢观看